大家好我是王秉芬 我要讲个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这一节呢我们讲一个我们的 艺学的一个经典著作 《穷通宝剑》里面的一个案例 这个呢是物土生在虚域 就是如果我们不看这个原券的话 我们只看物土生在虚域 一般是需要什么的 一般的来说 它虽然接近于深秋吧 但是呢因为物虚土都是造土 相当于还是非常热的 所以说呢它一般的就不专用丙火 就是说不是说一定要用丙火 这时候这个造土比较旺 那么一般的来说先用假木 来疏通这个物土 然后呢再用鬼水来滋润 就会比较说这个土是很干燥的 你要先把它通一下 铲一下然后呢再浇上点水就行了 那么用鬼水呢不光是来滋润这个物土的 它也能够生假木 这叫财之若杀 因为鬼水是财星 假木是七杀 如果这里面金比较旺 比如说物土生在虚药 透出耿形金来 地支也有生有金为根 这时候金比较旺 金比较旺的话就不能再用假木了 因为金肯定会刻假木吧 这时候呢这时候就用鬼水来流动金气 用丙火来暖去 就是物土如果生在虚药周围金比较多 然后呢就用水 让土生金金生水 然后呢因为金比较旺 它就卸这个土 卸这个土呢 这个物土它就比较虚了 比较虚的时候呢 还得要用丙火来暖去 这是物土生在虚药的一个常规断法 那么咱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呢它是因为它是穷人保冤的案例嘛 这是一个肯定是个古人 它是生在1936年 1936年它是生在寒露之后的第17天 就是非常靠后了 这时候肯定是物土司令 就是物土是最旺的时候 然后呢月主日主和石主 你会发现物虚物臣几位都是造土 而且呢有年干这个丙火来生这些土 这个绝对就是一种火旺土造 这个就是如架色格 就是土特别旺 而且成事了 而且由火来生土 所以如架色格 这个用神肯定是火土 那么粘制的这个子水呢 也就是说这个鬼水 它起到的是一个什么作用呢 它不是一个破局的作用 它并没有破坏这个架色格的格局 反而是起到一个润局的作用 滋润的作用 也就是说让这个造土不要太造 就好比来说这种燕上格 我们所谓的燕上格 夏天火特别旺的这种燕上格 如果里面有一个稠土 成土这种也不算破格 它也是起了一个润局的作用 就是由水来滋润 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啊 就是架色格 特别是物土生的虚悦症的架色格 因为都是造土 是碗土 它即使成举了 成为完整的架色格 其实它也不如这种 我们所说的火旺的这种燕上格 水旺的这种润下格要好 它的格局就不是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土旺无戏就比较欲晚 我们说土主戏 但是土过旺为戏 这个人他就啊 就是呃 在格局啊层次上就不够高 因为在五行里面 只有土是最在最下面的啊 那么这时候 如果完全是土 就不能够再加水啊 就是一件水的大运 叫群比精彩吧啊 群比精彩 而且水来积这个土 这个土 这就有凶性 这个凶凶性就非常强 这就能够克这个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最好呢就是圆局要有水 特别是要有鬼水来润局啊 比如说这个八字 就是年纪距离这个紫水 既然它已经有这个鬼水存在了 然后再如果再走大运里面 再见到水啊 比如说脊汗啊 梗子这种大运 或是流年里面 见到害水啊 紫水啊等等 它就不会引发这种凶灾啊 反而就比较好啊 而且呢 它年杆上我们说了啊 因为这里面有个紫水啊 它会引动尘土里面的水啊 它就会说有一点点的湿气存在啊 我们说了有湿气存在 然后呢 再加上要有火的照耀就好了 就好比来说 我们说夏天的这个味土一样啊 夏天的味土它是需要水的 有了水之后 它再有火来照耀就比较好了啊 所以说 虽然架纯水的架色格并不好 但是这个啊 年干由这个冰火来照耀 地震呢 还有鬼水来滋润 所以说它算是架色格里面 比较好的这种面啊 然后呢在第一步大运 其两步大运 几亥和庚子大运的时候 由旺水来了啊 它也不会说引发一些不测之灾 反而呢能够安然躲过 好了这节课关于这个架色格的分析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